54.身心是无知的征兆 来访者,一天我们在讨论个人见证者绝对 我记得你说过,没有绝对是真实的 见证者只在特定的时空点是绝对的 个人是粗钝和精微的有机体 被见证者的存在照亮 我对此似乎没有了解清楚 我们可以再次谈论吗? 你还使用了这样的术语 存在、意识和绝对 它们如何与个人见证者和绝对关联呢? 马哈拉吉 世界是自然的 存在之海洋、物理空间 以及可以通过感官接触的一切 意识是觉知的衍生 是时间、观念和知识的心理空间 绝对是永恒无限的实相 是无心、一体和无限的可能性 是源头和起点 既是物质也是意识的本质和精髓 但又超越二者 它无法被感知 但当永恒不断地见证见证者 感知、感知者的时候 可以体验到绝对是一切显现形式的源头和终结 是时空的根源 是每一条因果链的初音 来访者 个人和见证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马哈拉吉 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就像一切光和日光 宇宙中充满了你看到的光线 但相同的光 你是做日光 日光揭示的是个体 个人总是客体 见证者是主体 而它们之间共同依赖的是其绝对身份的反应 你想象它们是截然不同和彼此独立的状态 但它们不是 无论动与静 它们都是相同的意识 每一种状态都意识到对方 在孩童时期 人知道神 神也知道人 在孩童时期 人塑造着世界 世界也塑造着人 孩童时期是链接 是极端之间的桥梁 是每一次体验中的平衡和联合因子 可感知的全部 就是你所谓的物质 一切感知者的总和 即你所谓的宇宙心 这二者的本体将自身显现为 觉察力与觉察 和谐与智慧 美好与爱 永恒的自我肯定 来访者 这三重属性 也就是三德 善良 激情 愚昧 它们只存在于物质层面 还是头脑中 马哈拉吉 当然 在两者之中都有 因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 文有绝对超越属性 事实上 这些不过是观点 看的方式 它们只存在于头脑中 超越了头脑 一切区分就不存在了 来访者 宇宙是感官的产物吗 马哈拉吉 正如你早上醒来 再次创造你的世界 宇宙也如此展现 头脑及其五种感官 五种行动器官 五种意识载体显现为 记忆 思维 理智 人格 来访者 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 更了解身体和头脑 你描述和分析头脑 与物质的传统方式 不再有效 马哈拉吉 但你们的科学家 与他们的科学在哪里 他们不也是你自己 头脑中的形象吗 来访者 这里是基本区别之所在 对我来说 他们不是我自己的投射 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 当我死时 他们还在那里 马哈拉吉 当然 一旦你接受了时间和空间的真实性 你就会认为自己微不足道 而且生命短暂 但时空是真实的吗 他们依赖你 还是你依赖他们 作为身体 你存在于空间中 作为头脑 你存在于时间中 但你仅仅是拥有头脑的身躯吗 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个 来访者 我既无动机 也没有方法 马哈拉吉 我正在向你揭示这两点 但内观和不执着的实际工作 是你的 来访者 我可以感知到的唯一动机 是我自己无条件和永恒的快乐 那么方法是什么 马哈拉吉 快乐是附带的 你看到人们遭受痛苦 并寻求帮助他们的最好方式 就是爱 这是真实有效的动机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你感觉到自己超越了对帮助的需要 要确保你的心态是纯粹的友善 无任何期待 那些仅仅寻求快乐的人 最终可能以崇高的冷卧而结束 而爱将永远不会止息 至于方法 只有一个 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 既包括表面上的你 也包括真实的你 亲民和慈善相伴相随 二者都需要对方并强化彼此 来访者 慈悲暗示着客观世界的存在 充满了可以避免的悲哀 马哈拉吉 这个世界不是客观的 其悲哀也是不可避免的 慈悲不过是另一个世界 为了拒绝因虚幻的理由而受苦 来访者 如果理由是虚幻的 为什么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马哈拉吉 始终是虚假让你受苦 虚假的欲望和恐惧 虚假的价值观和念头 虚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抛弃虚假 你就不会再有痛苦 真理使人快乐 真理带来解脱 来访者 事实是 我的头脑被囚禁在身体里 这是非常悲哀的真相 马哈拉吉 你既不是身体 也不在身体内 不存在身体这样的事情 你严重地误解了你自己 正确地去了解 探究 来访者 但我作为身体而出生 作为一个身体 活在身体里 也将与身体一同死去 马哈拉吉 这是你的误解 质询 探究 质疑你自己和他人 要找到真相 你不能固守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确信眼前所见 你将永远不会到达终极 你认为自己出生了 也将会死去的想法是荒谬的 逻辑和体验都与此相矛盾 来访者 好吧 我不坚持认为我是身体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此时此处 我正在跟你说话 显然我在我的身体里 身体可能不是我 但它是属于我的 马哈拉吉 整个宇宙不断地促成了你的存在 因此整个宇宙都是你的身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 来访者 我的身体以不止一种方式 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性格 我的情绪 我的反应 天性 我的欲望和恐惧 先天或后天的 他们都根据身体而来 一点点酒精 一些药物或别的什么 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直到药物逐渐消耗殆尽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马哈拉吉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身体 了不你真实的自我 那么甚至药物都会对你失去控制力 来访者 你抽烟吗 马哈拉吉 我的身体保留了一些习惯 它们可能继续 直到死亡 它们没有害处 来访者 你吃肉吗 马哈拉吉 我出生在吃肉的人群中 我的孩子们都吃肉 我吃得很少 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来访者 吃肉意味着杀生 马哈拉吉 这很显然 我不主张一致性 你认为绝对一致是可能的 举例证明这一点 不要宣扬你自己都无法实践的事情 回到出生的这个观念上来 你被父母告诉你的一切卡住了 关于受孕 认身和分娩 婴儿 儿童 少年 青年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现在 放弃你是身体这样的想法 通过你不是身体 这个相反想法的帮助 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个想法 像工作结束时 对该被遗弃的事物那样 对待它 我不是身体这个想法 赋予了身体以真实性 但其实 不存在诸如身体这样的事物 它只不过是一种头脑的状态 你可以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身体 只要你喜欢 只是要牢牢记住你想要什么 然后拒绝互补相容之物 来访者 我像一个霞峰霞 我在霞子里 外面的霞子作为身体而行 而紧挨着它的霞子 作为内置的灵魂 取走外面的霞子 那么下一个就变成了身体和灵魂 这是一个无穷的系列 一套可以无尽打开的霞子 最后一个是最终极灵魂吗 马赫拉记 如果你拥有身体 你就必定有灵魂 你这里的嵌套的匣子 这比喻挺适用 但在此时此处 通过你所有的身体和灵魂 觉知在闪耀纯粹的赤子之心的光芒 坚定不移地抓住这点 没有觉知 身体不会持续哪怕一秒钟 在身体里有一股能量 情感和智慧之流 引导保持并给予身体精力 发现那个流并与之同在 当然 所有这些都只是表达方式 语言既是一座桥梁 也是一种障碍 寻找生命的火花 它编织出了你身体的组织 然后与它同在 这是身体所具有的唯一的真实性 来访者 生命的火花在死后会发生什么? 马哈拉吉 它超越了时间 出生和死亡不过是存在于时间中的点 生命永恒地编织着许多网 编织本身存在于时间之中 但生命自身却是永恒的 无论你给予它什么名称 它就像是永不改变又无断变化的海洋 来访者 你说的听起来有完美的说服力 但我的感觉 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陌生和外来的世界中 世界往往充满敌意和危险 没有止境 作为一个人被时空限制 我如何能了顾自己的对立面 非人格化 没有什么特别 变在的觉知 马哈拉吉 你声称自己是你所不是 否认你之所是 你忽略了纯粹认知的元素 免于一切个人化曲解的觉知 除非你承认赤子之心的真实性 否则你将永远不会认识你自己 来访者 我该怎么办 我无法像你看我这般看到我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但我怎么才能不再是我所感到的 我自己呢 马哈拉吉 一个认为自己是乞丐的王子 能让他确信自己的方法只有一个 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王子 看看会发生什么 就好像我说的是真实的那样去行动 然后根据实际发生的来判断 我全部的要求就是 踏出第一步需要一些信心 随着体验信心会到来 你将会不再需要我 我知道你之所是 而我正在告诉你 请相信我一段时间 来访者 为了此刻在这里 我需要我的身体和感官 为了理解 我需要一个头脑 马哈拉吉 身心是无知和误解的征兆 就好像你是纯粹的觉知那般行动 没有身体和头脑 没有空间和时间 超越地点 时间和方法 冥想这点 思考它 学会接受它的真实性 不要反对它 不要一直否认它 至少保持开放的心态 瑜伽是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变 让你的身心表达实相 实相是一切并超越一切 通过这么做 而非争论 你就会成功 来访者 请允许我回到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个人的错误 是如何起源的 马哈拉吉 绝对先于时间而存在 觉知首先到来 一束记忆和心理习惯吸引了注意力 觉知得以聚焦 然后个人突然出现 移除觉知之光 进入睡眠或昏压状态 个人就消失了 个人 个体 摇曳者 觉知包含了所有的时刻 绝对 存在着 55 放弃一切 你就获得一切 来订阅 来访者 你当下的状态是什么 马哈拉吉 无体验状态 在其中包括了所有的体验 来访者 你能否进入另一个人的头脑和心灵 并分享他的体验呢 马哈拉吉 这样的事情需要特别的训练 我就像小麦经销商 我不太了解面包和蛋糕 即使小麦粥的味道 我都可能不知道 但我知道 而且十分了解小麦子 我知道所有体验的来源 但我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有多少特定形式的体验 每时每刻 关于生活所需要知道的 我总会碰巧知道 来访者 你的特定存在和我的特别存在 它们都存在于大凡的心中吗 马哈拉吉 宇宙不知道特殊性 作为人的存在是身体的事 人存在于时空之中 拥有名字和形态 开始和结束 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的人 而绝对是一切的根源 也超越了一切 来访者 我不关心整体 我的个人意识和你的个人意识 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马哈拉吉 两个做梦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 来访者 他们梦见了彼此 马哈拉吉 那是人们正在做的 每个人都想象别人 并寻求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寻求者即联系 没有别的 来访者 当然 在我们的意识之间 必定有某些共同点 马哈拉吉 这些点在哪里 在你的心中 你坚持说 你的世界是独立于你的头脑的 这怎么可能呢 你渴望了解他人之心 是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心 首先 了解你自己的心 你会发现 关于他人之心的问题 不会出现 因为没有其他人 你就是共同的因素 心头脑之间的唯一联系 存在即意识 我是 我存在 适用于一切 来访者 最高实相 可能存在于我们所有人里面 但这 有什么用呢 马哈拉吉 你就像一个人 在这样说 我需要空间 以保存我的东西 但空间对我有什么用 或者 我需要牛奶 茶 咖啡 或苏打水 但是水 对我 没有用 你难道 看不到 最高实相 让一切成为可能 但 如果你问 他对你有什么用 我不得不回答 没有 在日常生活的事宜中 知晓 知晓实相者 没有任何优势 他甚至很可能会处于劣势 已经免于贪婪和恐惧 他不会保护自己 关于获利的想法 对他来说 毫不相干 他讨厌堆积 他的生活是永远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去分享和给予 来访者 如果获得最高实相没有好处 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去寻找他呢 马哈拉吉 只有当你执着于某样事物的时候才有麻烦 当你不执着于任何事物 就不会有麻烦 放弃较小的既是获得更大的 放弃一切 你就获得一切 然后 生活变成他面中注定的样子 来自无尽源泉的纯然绽放 在那光中 世界看起来朦胧得像一个梦 来访者 如果我的世界只是一个梦 而你是他的一部分 你能为我做什么呢 如果梦是不真实的 没有存在性 真实怎么能影响它呢 马哈拉吉 当梦持续 它就暂时存在 正是你想要抓住它的欲望 制造了问题 放手 停止想象那梦是你的